这很多人养狗啊 养的都在死板 只知道为他遛他 不知道变通 所以他不能通过养狗寻找到人生乐趣 甚至是人生的另一半 而真正的高手在养狗之前都会规划好一切 了解清楚每种狗的不同属性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养狗 就比如作为养狗高手的我 经过常年观察分析 总结出养了就能脱单的三种狗 你我既然有缘 今天就分享给你 第一种就是法斗 养法斗能脱单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养法斗的小姐姐实在太多了 根据我非官方的数据统计 男女占比达到3比7 看过我法斗视频的 都知道法斗是一个缺点多于优点的狗狗 虽然性格好又可爱 但他体味重又多病 我至今也不明白 为什么那么多小姐姐钟情养法斗 但对于单身狗的你来说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法斗就像迷你 买它不便宜 而且很难开 但是架不住买它的小姐姐太多了 好不好开就没那么重要了 主要是为了加群 交友 聚会 正所谓法斗养的队 天天有约会 第二种就是萨摩 萨摩给人的第一眼印象就是 高颜值的可爱小王子 白色皮草加上微笑表情 特别容易让女孩子爱心泛滥 忍不住上前抚摸拥抱 所以单身狗的你养了萨摩 经常牵它去各大写字楼商场附近溜达 一定会有很多小姐姐主动上前搭讪 甚至为了以后能多撸你家狗 还会主动和你交换联系方式 至于之后该怎么做 还需要我教你吗 需要吗 不需要 正所谓萨摩养的好 脱单没烦恼 第三种就是金毛 好像并不能对脱单有任何帮助 但金毛被公认为全界第一暖男 不是没有道理的 金毛的神奇之处在于 当你养了金毛之后 你的性格会慢慢变得随和温柔 且富有爱心 而有了这些特质 很难吸引不到小姐姐的好感 而且据我观察 我身边这么多养金毛的朋友们 这些年他们绝大部分都是 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所以养狗要优先考虑金毛 非常合理 正所谓养狗选金毛 爱情所得劳 还不赶紧手动 at你身边的单身狗们进来学习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去at我 Respite